不少人喜欢在车上用芳香剂 但是摆在那里要格外注意 可能会引发一些意外 来看到这名男子 他开车进过了新竹湖口 仪表板突然间爆炸起火了 把挡风玻璃烧出一个大洞 驾驶吓坏了 那么当时呢 他就跟消防队员表示说 很有可能是他车内的芳香剂 这里头的有机溶剂遇到了高温 才会发生了爆炸意外 汽车挡风玻璃突然发生起火 车上窜出真正白烟 场面很紧张 消防队接过通报拿出铁锹 敲拨玻璃用水柱将火势扑灭 附近民众也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坏了 只一看挡风玻璃中间破了一个大洞 车头几乎被烧到全毁 车主当时开车经过新竹湖口 车前挡突然传出爆炸声 驾驶被吓得落晃而逃 赶紧打一九九九 他怀疑是车上摆的方向剂惹的祸 根据车主表示 就是放置方向剂的位置 那其他我们也没有查出任何可疑的地方 根据消防队实验 方向剂放在车内 酒精持续挥发 遇到70度以上高温 就容易造成瓶身破裂 发生爆炸 幸好这起意外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相信起火原因 消防队还要进一步理清 记得严日荣先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